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头发被形容为三千烦恼师 不理它的话影响个人易用 要自己落手设好头 又不容易弄得漂亮 而且很花时间 真是挺烦恼的 现在不少国际城市开始流行衰发霸 就是帮顾客洗头吹头的铺铛 特色是不用预约 走进去马上有师傅招呼你弄头发 不用等的 最合时间表排到密麻麻的大忙人 半个钟即刻变得容光焕发 李恒文报道 大家记不记得2007年尾 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心 在参加游行期间去了出发 引起一场政治风波呢? 陈太进了白沙道 在一间楼上的发型屋洗头 我们曾经想进入发型屋里了解 因为就租发型屋负责人的拒绝 事件最终不了了之 但是就证明了贪美是女人的天性 今年年初有户发产品公司 在美国做了一项调查 访问了2000个不同年龄的女性 有百分之54都表示 会因为头发不好看而影响到心情 也就是所谓的Bath Hair Day 特别是要上班见人的职业女性 而表很重要 要花时间整头 但自己下手去整又未必设得漂亮 有时都挺烦 如果我自己做的 我可能会花约一个小时 我可能会花约半个小时 去做完美的 我会花约一个小时 我会花约一个小时 所以我可能会花约一个小时 女人需要大约一个小时 在日常生活和特别的活动 Karolin是多伦多市中心 一间深海的连锁式经营 摔发巴的经理 这里和普通发型屋的分别 就是不做剪法、电法和染法 只是帮客人洗头和吹头 这个不剪、不电、不染 只是吹头的概念 原来是来自摔发巴 创办人Judy的女儿 当时她读着大学商科 其中一个功课 就是要创立一间新的公司 有见于女人有不少吹头的烦恼 预约去发型屋出发 限时限刻 收费又与洗钱吹全套服务相差无几 所以就扣司开一间 不用顾客预约 专门出发的店铺 而收费就只是摔发价 这种只摔头的店铺 现在不仅仅在多伦多友 在温哥华 美国纽约 罗省 英国伦敦 法国巴黎等的国际大城市 近期都纷纷有人开设 画囊老板娘Justine来光顾折发巴 是因为她的头发短 发质又软又薄 吹极都吹不起 索性你这里给人做 这里的吹头师傅不像剪头发的发型师 要有刑可证书 但是入职之前都要在摔发巴受过分练 摔发巴特别了七款发型给顾客选择 但是如果都不合心水的话 顾客就可以带一张发型照给吹头师傅照着来做 I discussed with my blower what I wanted to do And we're going to do a combination of this one first The European chic And the next one as well Which is the Bardot updo Because my hair is short I thought maybe I don't want it up But I wanted to kind of adapt somewhere between the two Justine选好发型之后就去洗头出发了 半个钟头之内就搞定了 I really love it My hair looks so much longer I love it I really love it Look shiny and healthy It moves And it doesn't feel uncomfortable Feels like perfect Love it 在外面摔发的好处就是可以在很短时间之内 设一个复杂的发型 好像记者的这个头发一样 自己很难反手做得漂亮后面 只好假手于人 世界各地的摔发巴都有一个方面之处就是不需要预约 最適合忙碌的上班一族 由于这里也提供化妆服务 可以趁吹头的时候连锤化妆 有客人还会带衣服来换 走进来半个钟之后 就换了一个新的形象出去见人 不少人因此在见供之前 出席重要会议 参加酒会 甚至约会之前都会来 需要用少少时间 执帘而用 然后直接辉会 记者来到出发巴 感觉到环境比一般的发型液清洁和舒服 因为地上不会有一大堆剪出来的头发碎 又没有刺鼻的电发水和烟发水的味道 店内播着轻快的音乐 令人有折身于社交俱乐部的感觉 难怪不少准身粮会约上三五知己来膝头之余 兼聚咎 谈下女生心事 现时北美洲的舒服发巴价钱 一般定期加币31元左右 儿子中心同级的发型屋 占一次头发加上吹头 往往最少要加币100元 相比之下 舒服发巴价钱不算贵 不过舒服一次发 最多只可以维持到一天 如果每个礼拜去舒服几次发的话 一个月就要加币几百元 不是人人都可以负担得起 虽然有丈夫不介意太太常日花钱扮靚 但现在全球大部分国家受到金融海啸影响 国民消费意欲下降 仍未回复到海啸前的水平 因此女性在头发上的花费 也都受到影响 2009年年中 一项在美国做的调查发现 有62%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会减少去发型屋 而因为经济不好 而转用比较便宜的活发产品 就有60% 就算负担到经常去摔发 也不是每个女人认为值得这样做 但是如果你会因为头发不靓 而导致心情恶劣 影响工作和人际关系的话 或者久不久去梳一次发 扮一下漂亮会帮到你 而且摔发巴的出现 也给到无必装身赶赴宴会的人 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好了 节目时间有够了 下星期会介绍一种 由日本引入的减压方法石肉 还会趁着天气转暖 春季来临之際 带大家户外看下 加拿大人发明的奇趣单尺 如果想重温曾经播出过的时代杂志 可以上新时代电视网站 www.faitchartv.com 点击节目重温 简选进入其他节目一栏 再见